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上回我背着豆豆偷偷开了一个信用方块 运气还不错 直接开出了一把五层附魔的钻石剑 咦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上次有个小伙伴和我说 动物生产基地刷不出动物是因为没有放水 咦 我就暂时信了这位粉丝的话哈 先去林场装一桶水 然后再去动物基地 不过水不能直接倒在上面 呃 先做个蓄水池吧 OK 再倒上水 接下去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不过这个奇迹应该还要再等一会儿 先去看看豆豆的情况 哦嘞 豆豆你站在漏堵烧干嘛呀 这是没有用的 你往后退一步 要站在活栽上才消 对 就这样 嗯 我先去做其他工作啦 先把林场清理一下 在地域这么久 林场都变得杂乱不堪了 再不打扫一下路都没地方走咯 把项目都收了 一哟 一哟 书也直接烧了 省时又省力 用我的公事实 诶 这不科学呀 火箭怎么不能收鼠液呢 只能用打火石了 OK 搞定 去家里用小麦做些面包 有小伙伴和我说 如给村民喂面包吃 他们生孩子的速度会加快的 诶 村民怎么跑到 我的自动钓鱼机上了呢 我都都跑哪去了 哦 原来是在看战利品啊 我去喂村民啦 那 面包扔地上啦 你们自己吃啊 吃饱了就赶紧给我生孩子 我就在这里监督你们 可是我在他们边上监督了好久 他们就是不肯生孩子 自从上次生了一个牧羊人之后 都过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二胎的动静 估计是因为我在附近 他们感到害羞了吧 算了算了 我去帮豆豆吧 豆豆 你在下面有鱼杆 我在上面敲音符合 就用噪音把鱼震出来吧 嗯 豆豆我放弃了 自己钓吧 我感觉这种羞身养心的劳动 不适合我 不过身上的钓鱼杆 那就快没了 去铁针那里修复一下 应该用什么修复来折 怎么感觉自己突然间忘了 一个一个试过去看看 泥土 不行 项目 不行 钻石呢 还是不行 哎呀 完全忘记 要用什么材料修复装备了 诶 豆豆 你这是过来要帮我吗 快教教我呀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要先弄装备咯 喜欢视频的可以给我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